我们每个人难免都会有心情不痛快的时候 也经常会遇到崩溃的事情 发火发怒发飙都是生气 但是不管你和谁生气 受伤的永远是你自己 生活本来就有很多的烦恼 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根本就无需顾虑太多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否则会造成一些让你后悔莫及的事 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后悔莫及 有一天一个小和尚挑着水桶去打水的时候 踩着石头差点就滑倒了 被吓了一大跳 但是辛辛苦苦从大老远打来的水全都洒光了 一时发怒 大力踢那块石头 这个时候不但他摔倒了 水桶也摔破了 事后 禅音大师说 你先坐下 我跟你讲个故事 平息一下你自己的情绪 冷静一下 否则你做什么事都不能成的 禅音大师开始说着 曾经有一只骆驼在沙漠行走着 正午的太阳像一个大火球 晒的骆驼又饿又渴 焦急万分 一肚子的火不知道往哪里发财好 正在这个时候 一块玻璃瓶的碎片 把他的脚掌给弄破了一下 疲惫的骆驼顿时火冒三丈 抬起脚狠狠地将碎片踢了出去 却不小心将伤口加深 鲜红的血液染红了沙子 生气的骆驼一瘸一拐地走着 很快 血迹引来了天空飞行的秃鹰 骆驼被吓得 往沙漠边缘狂奔 疲惫再加上流血过多 无力的骆驼 仓皇中跑到一处 石人蚁的巢穴附近 被鲜血吸引来的石人蚁 黑压压地向骆驼扑过去 不一会儿 可怜的骆驼就鲜血淋漓地倒在地上了 禅音大师对小和尚说 你知道骆驼在临死前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这个时候小和尚终于明白过来 说骆驼最后悔的是 不应该跟一块小小的玻璃碎片生气 禅音大师说 图二 你在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 一定要先平息自己的情绪 冷静一下对待 否则会容易造成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 明白吗 在生活中我们也是一样的 遇到不开心的事时 我们需要冷静 理智 更需要放宽心胸 善待生命 善待他人 善待自己 成就人生大事 需要有超长的承受力 忍耐力 这样我们才能从容地 克服每个困难 走向成功 喜怒哀乐 忍之常情 为什么有的人会怒气冲冠 寒风骤雨 而有的人 浴室总能和颜月色 穿风话雨呢 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 我们该如何处理 调整自己的情绪呢 生气时 多想想自己的时间 有个小青年人 每次遇到不开心的事 都会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 跑三圈 不管房地有多大 只要想生气 他还是会绕着房子和土地 绕三圈 直到有一天 这个年轻人老了 他的孙子问他 阿公 您已经年纪大了 您不能再像从前一样 一生气就绕着土地跑 但为什么 您一生气就要绕着土地 跑上三圈呢 已经老了的小青年说 年轻时我遇到不愉快的事 会容易生气 就绕着房地跑三圈 这样可以保持情绪冷静 边跑边想 我的房子这么小 土地这么小 我哪有时间 哪有资格去跟人家生气 一想到这里 气就消了 否则 怕因为生气 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 我们平时遇到不愉快的事时 也要懂得 如何去为自己寻找 适合自己抒发情绪的通道 然后冷静下来 找出让我们生气的原因 从这些原因中 找出最主要的问题去对质 下回再遇到类似的问题 就知道该如何处理 调整自己的情绪 能有效地控制自己 也就没有原来的火气那么大了 在生活中 几乎每个人都有 情绪冲动的经历 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情绪冲动 归咎于他人的不适 他人的愚笨 无理过分 总之 都是别人惹得我们如此生气 其实 外在纷繁的人 是物 只是一些缘而已 导致我们情绪冲动的原因 在于我们无法驾驭自己的心 不开心的时候 想想自己还剩下多少天可以折腾 还有多少时间 够你作件 你开心 这一天过了 不开心 一天也过了 想明白了 你就再也不会生气了 我说的 孤独的街 在夜里中浮现 多想拒绝 这苦涩的世界 灰色的天空 灰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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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